起床了朋友们 昨天晚上真的 有点冷了 扛不住了 真的扛不住了 不是一般的冷 我们这次去新疆 带的被子有点薄 现在位置在定歇 昨天这里最低温度 零下一度 真的就是晚上的话 穿的全是穿的衣服睡的 衣服都跑了 太冷了 今天实实在在 不能在高速上待了 不能够说节约一点路费 到时候把到时候冻坏了 今天准备 我们准备下高速 要去买一床被子 买一床薄薄的被子 薄被子就可以了 对 真的有点冷 扛不住 没想到真的这次出来 还有这么冷的天气 我以为都是十几度 二十几度 三十几度的 现在准备起床 等一下前方还有80公里到南州 准备到南州下高速 然后去买一床被子 要不然前面会更冷 前面还有奇连山 会过那个奇连山会更冷 因为你新疆还有1400多公里 我们还准备到甘肃这边拍一拍 玩一玩 就不准备那么赶到去新疆了 下着下高速了 走走走快起来 快点快点起来 起床了 每天你怎么感觉都没睡醒一样的 能不能来点精神 来早上起来 加油 你刚起来 我要你有精神的 行吧行吧行吧 我去做饭 你再睡一会儿吧 我去做饭 昨天晚上我们就把车停在这里睡的 看看这么大个服务区 然后后面就是山 这边好多山 好大的山 睡车里的话 一定要开开这个窗户 开点缝 偷气用 给我们两个 看定息服务区 今天的早中饭 非常简单 看看 肉丝拌饭 昨天没吃完的肉丝拌饭 我给大家看 我看你一个小铁拌的 是有什么小铁拌的 我看你一会儿 我看你一会儿 现在准备出发啊刚刚看了一下那个高速路 从这里到新疆的哈密的话是1000多公里啊 但是经过南州的时候是必须要下高速的 所以说想节约那个高速费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到南州那里有一段路啊 它是必须要下高速 下了高速就是一个快车道马 然后再又上高速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到南州 先到南州去买个被子走 出发90多公里啊 刚刚看了90多公里到南州 现在已经到达南州收费站 哎呀我们还想着在高速上待7天呢 结果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南州这里有一个收费站啊 就在这个高速上 你想去武威新疆的话 必经之路就是这里 必须要从这里下了再上 看来我们想法太简单了 这么大个收费站 梦 我们现在终于到南州了 然后准备买被子去 这边车子不好停也不好开 太多车了 买完被子就去找露营店 今天在南州露营 被子已经买好了 花了78块钱 买了不是很厚的 到时候不冷不热的时候可以盖它 刚刚好 今天晚上就不怕冷了 两床被子了就有 东西全部买好了 买了一点菜 一点吃的被子 现在就准备去找一个露营地 应该不好找露营地 随便找个露营地 去做饭吃 走 找到露营地了 找到露营地了 今天的这个露营地非常非常的好啊 房车驿站 简直要不要这么好啊 现在准备加水 刚刚好 哎呦我去 哇呀全搞点上了 哎呀还是用这个水袋打水 靠谱一点 靠谱一点 开始做饭吃了啊 今天晚上的菜 可相当硬哦 看 腊排骨 搞一根就行了啊 慢慢吃这个腊排骨要 行不行一根 吃一根够了 够了 你下雪好不好 下雪 搬个忙 脚踩到菜板上面去了 没动紧呢 或者是就把它劈了 就搞这头上的 这一 哎好了 好了别勾了 别让人家以为我们在车里干嘛 关键 旁边停了两台车 都是露营的 那动音呢 下面是不是骨头 你撇的 哎你给我扶着 不是就这样撇的 对你给我扶着哎扶着 不用 搞这么多能吃的完 吃个完 芋头炖来吃 超级好吃的 嗯 先把这个芋头给它 把皮削了 现在准备把这个排骨 给它焯一下水啊 不焯水的话是不行的 焯好水的这个排骨啊 我要给它捞出来了 做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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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要做饭了 来快点油啊 油 搞里头 葱姜蒜下去 来 来 腊排骨 下去 下人 下人 放点辣椒面 料酒 放花椒 都知道我炒菜要放什么了 下入这个芋头,芋头放下去 摸过它,一定要摸过它 倒倒倒倒倒倒倒 给它炖半小时 给它炖半小时 已经炖好了 然后现在把辣椒给它放下去 继续炖 这个芋头真的好吃 我刚吃了一个 继续炖,大火炖 已经熟了 这个菜真的相当好吃 然后下点青菜 我们青菜吃了三天了 还没坏 芋头特别好吃 芋头炖排骨真的很好吃的 马上成干锅了 关一下门吧 熟了 关火关火关火 很面很面哦 好好吃 超级超级好吃 真的 来来来打饭打饭 碗拿过来 给你多大点 你不要,我吃你这些 我让你长成200斤 你天天说 自己来个红薯 我谢谢你的红薯 来来来来,红薯我不吃 昨天吃了 昨天吃了 今天一天真的是不停的放 我吃点白米饭就 非常开心了 排骨 谢谢啊 来尝一尝这个排骨 非常到位 啃 拿着啃吧 这么大一点 现在不吃 啃吧 炖乱了啊 有点咸 真的有点点咸 好吃吧 非常非常好吃 直接上手吧 为什么发出这种声音呢 太汤了 哎呀 给我点水呗 有饮料吗 为什么没有饮料呗 来干个驼驼肉 驼驼肉看到没有 驼驼腊肉超级好吃 已经吃饱饭了 现在洗一下锅碗瓢盆 然后我们洗个脸洗个脚 就上床睡觉去 今天买了被子就不怕冷了 你的脚不烫吗 不烫啊 来 把这个买的被子 盖上 然后就不冷了啊 要是今天不盖这个被子的话 真的 真的会很冷的 两床 到时候 不冷不热的时候就可以盖这一床啊 对 然后 稍微冷的时候就盖这两床 哎 香蕉 刚刚好 放在这里 好了 我们睡觉了 睡觉 明天 带丽儿去吃牛肉面